8月27号是郑成功诞辰400周年 当天由两岸台胞民间交流促进会主办的 纪念郑成功诞辰400周年 即收复台湾362周年两岸交流活动在北京举行 两岸多位学者围绕郑成功的加国情怀对谈 郑成功生于1624年 福建南岸人 1661年至1662年初 他挥施东征驱逐荷兰侵略者 收复沦陷了38年的台湾 郑成功有一首诗叫做 开辟金针驱逐荷养 十年始刻复先机 什么意思 开辟金针 披荷兰侵 驱逐荷兰 驱逐荷养 十年始刻复先机 我为此事做了十年的努力 干什么了 副先机 注意这个副先机三个字 我恢复了我先人的基业 告诉大家 郑成功说的 台湾是中国领土 台湾近南国际大学荣誉教授徐洪说 由荷兰人保留的张祥书中 也印证了郑成功 对台湾隶属中国的认同 这封张祥书是郑成功 在收复台湾之前所写 彭湖群岛距离 张州 诸岛不远 因此隶属于张州 同样 台湾因为靠近彭湖群岛 所以台湾也应该是在 中国政府的统治之下 因而 也应该明白 这两个滨海之地 就是彭湖跟台湾的居民 都是中国人 这是他的原文 也就是在郑成功的认知里面 这块滨海之中 台湾艺术大学荣誉教授黄碧端表示 郑成功自小 接受儒家教会 他所秉持的重要人生观念 就是忠君爱国 他也带着这些思想来到了台湾 并且深深影响了后世 沈宝珍派到台湾去做巡抚的时候 那么他建了这个延平郡王词 沈宝珍在词建好之后 他所写的一个对联 上联是开万古未曾有之旗 洪荒流此山川 做移民天地 这是上联 下联是吉一生 无可如何之欲 缺憾还珠天地 是创格完人 他把汉文化 把中华文化带到台湾来 使得台湾其实在积蓄的发展当中 他是严明不绝的 是在传递中华文化的 台湾中华奉原学会 奉原书院理事长潘朝阳说 上至三国随唐 后至宋元 大陆居民很早就开始在台湾 脱肯发展 且定居建起聚落 对于台湾先民而言 大陆人不是外来者 郑成功更不是殖民者 本来就是我们先祖的土地 我正成功呢 我来呢 我是奉民政所 我背后呢 是代表不是我个人 也不是一个集团 是中国的国家体制到台湾来 是让台湾从以前一个 就是属于自然的台湾 跟庶民百姓的台湾 转成为中国国家文明体制之下的台湾 潘朝阳说 郑成功将那个时代中国的国家体制 文明体系带到台湾 也正因如此 台湾人民奉郑成功为开台盛亡